金融的態度是贊成建立法定的對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機制 這非常的重要 因為兩岸之間的關係特殊 那偏偏互動的密切又是不可避免 所以建立我們不反對兩岸簽訂各個不同層次的協議 但是呢他必須要經過不同分級而且是周密的監督機制 那國會代表民意 所以由國會來扮演這個監督的角色 其實在常態上是最適合的 那所以我們其實我們是贊成要建立這個國會監督機制 但是我們也質疑 國民黨不但行政院的版本須有其表 它是一個假的監督機制 它讓行政單位有過多的裁量跟黑箱的空間 所以我們會非常擔心如果國民黨這個堅持 由國民黨的招委來主持這個會議的進行 我們很怕重演過去張慶忠這個半分鐘的醜懼 所以當國民黨在立法院跟委員會 佔有多數的狀況之下 我們會堅持由在野黨來主持議事 這樣討論出來的法案不會讓外界有急就章 或者是政院一手執政黨一手主導的這個這個印象 其實對國民黨想要跟想要通過這個國會監督的條例 它取得社會的信任跟公信力其實也有幫助 所以我們認為說正因為知識體大 所以國民黨不應該堅持自己的政院版之外 他們也不應該堅持要限時要通過這個國會監督的條例 我們希望讓社會各界都有機會參與 這個討論的過程也應該接受社會的公平 正因為他知識體大 所以過程必須要周密要聽取各方的意見 主導權上的民進黨的一個條件 就是要限期完成 我想可能會委員在對外發言的時候沒有這樣講 他的條件就是說要求在一個月之內 這個討論必須要在委員會要完成審議要送出委員會 那我們不願意接受這種限期的這個條件 為什麼呢 因為我提過雖然說他的條文不多 但是問題是他的牵涉到問題非常的複雜 那其實兩岸之間簽訂的協議 它的層次也會不同 從最高階的 譬如說我們常常比較會擔心的像和平協議 或者是軍事協定 或者是像其他經濟方面的協議 這個都是不同的層次 甚至還有一些技術性的 其實沒有什麼政治敏感度的協議 那你把每一個協議都放在同一個標準上來做程序的處理 其實是非常的草率 所以這個一個月的時間絕對不可能省得完 我們當然不會刻意拖延 但是我們也會要求說 不應該要給我們一個框架 把我們把審議的時間把它框住了 所以我們覺得其實國民黨是沒有誠意 他如果要 因為他占多數 在意識上面他是可以控制 他應該要把主導權讓出來 他不應該是不負條件的讓出主導權 我們是希望 因為坦白講 我們不認為這個時機應該來討論這個題目 那但是因為列席的包括有經濟會的主委 包括有經濟部的部長 那其實這兩個相關單位都是跟我們石化業的發展 或者是石化業的監督都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利用這個時間釐清到底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高雄氣爆中央應該中央政府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第二個我們希望這個釐清說石化業未來的的面對的處境 包括在高雄的這個這個除了現在爆炸這幾條管線之外 其他的管線的監測 第二個未來很棘手的監測問題 第二個這些管線經過高雄的市區他要不要簽建 這個整整這些問題都不是高雄市政府有辦法獨立承擔的 所以這麼複雜的問題你中央的政府的態度是什麼 他們從來沒有對外去說明 然後呢我們對石化業的定位 我們未來的這些石化業包括有七成在高雄的這個這個工業區裡面的這些石化業 我們怎麼樣去處理呃在幾年前的這個六清 雲林六清的大火之後政府說要進行石化業的總體檢 那你體檢到現在你要不要給我外界一個交代 為什麼你體檢了這麼多年 你這個總體檢到現在為什麼還會發生今天在高雄發生的悲劇 那政府不可以把事情把一推給高雄市政府 然後就沒他們的事情 那我們當然希望利用這個經濟委員會開會的這個機會 能夠把這些問題都能夠一一的釐清 你剛剛有提到說你們認為現在中央是把這個責任都推給高雄市政府的 那你們是從哪些面向來這樣子想 好譬如說對管線管理的責任 因為這個管線呢其實經濟部的市長說 誰核准埋設就是誰要負責 可是高雄市政府吳敦義同意埋設 之後的歷任的市長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高雄市我同意你挖路 挖路把管子埋進去 可是這個管子的內容跟為什麼走這條路的路線都不是我高雄市政府決定的 都是經過經濟部同意的 所以這個管線高雄市政府只是站在道路主管機關 我同意你挖路把管子埋進去 至於說這個管子是誰的 這個管子裡面走的是什麼樣的氣體 這個管子為什麼走這條路 都是經濟部做決定 所以這個權責其實非常的清楚 如果說中央政府的態度是我只管這個天然氣 我只管原油的話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看高雄市政府的高雄市區底下這麼多條管線 裡面到底是哪些氣體 那同樣的一條路線的這些管子 裡面有的是天然氣 有的是原油 有的是丙溪 有的是以氣 它會分屬不同的主管機關 那這個對管線的監理監測跟管理維護 這些等等的責任就會分屬中央跟地方 它實際上就管理上來講 它絕對不是一個常態 所以中央的態度會造成 我們未來維護這個管線安全 或者是一個能夠保障人民的身家性命 財產安全的機制的建立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中央政府為了不想去善後承擔自己的責任 他把責任全部就推掉 可是問題是照規定不是這樣 所以中央政府明知自己違反規定 去編了一個違反規定的說法 要把責任推給高雄市政府 所以我們認為中央政府其實是毫無誠意 它完全沒有在我們國家發生一個城市 就是發生這樣巨大災變的這個時刻 勇敢地承擔起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態度 其實中央政府推我的態度非常清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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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